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,人们不再满足仅仅在地球上活动,人类不停地进行航天火箭以及卫星的发射,希望可以探索更多宇宙中的空间,而由于许多理论上的问题导致人们的危机意识增强,美国甚至有想到了移民到火星的计划。 虽然说有了这样的计划,研究表明火星是比较适合人类移居的星球,但是现如今人类登陆火星还是不可能的,这是因为有这三个难题还未解决。 首先是资金不够,那次预估进行火星登陆一次是要5000亿美元,而其一年的预算也只有25亿美元,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还是很有道理的。 登陆一次火星就要如此大的花销,更不用说将来想要多次登陆火星,去探索或者改建火星了,所以还需要继续发展科技,从而减少人类登陆火星的成本。 其次,宇航员们到火星上容易,但是从火星安全离开的回避球就很难了,因为火星是一个真正的行星,而不是像月球一样是一个卫星,将火箭发射到环绕火星的轨道上,再将宇航员降落到火星上是比较容易的。 但如果宇航员还要回到地球,那么就需要在火星上发射火箭,再次到达环绕火星的轨道上,可见这是非常困难的。 第三就是人类探测要比机器探测能做的事情少得多。 机器探测并不用考虑物极以及各种配备的问题,但是如果是人的话,大部分的有效价格都将给了人,能携带的机器也会少得多。 所以让人类登陆火星去探索,远远没有用机器探索来的划算,并且想要人类在火星上长期探索,也是一个为解决的难题。 所以由于以上的原因,人类登陆火星只能在将来再实现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